像是波及皇民他就觉得说 其实这一次赖清的很清楚知道 这个全民进党只有靠蔡英文 号召英粉归队才能够赢得美 也就是要把这个让英粉极大化 那另外呢他认为比较有趣的是 这支影片可以当成 对绿营执政喜好度的一个快筛事迹 你可以筛得出来 如果说你四分钟看完 你喜欢你就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 如果你看不完或是觉得很尬 你可能就不是希望民进党能继续执政 那我请问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看完是一定会看完 而且看完之后第一时间会有好感 或者是说先撇开那种尴尬感 就是会觉得这是一部好影片来说 我觉得绝大部分应该都会这样子想 但问题是好影片是一回事 跟执政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好影片我们今天又不是要报 什么金马奖金钟奖什么之类的 那更不是什么广告金税奖 所以呢我觉得整个的气氛跟调调来说的话 就很蔡英文很文青然后很温馨 但是我刚刚就说了 就是说其实真正要选举 其实我很赞同吕副总统说的话了 我相信他可能在看的时候 信里面也有投射说 今天如果是陈水扁跟他两个人坐在车子里面 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 又不打起来就已经很难了 那更何况是事实上 当初陈水扁跟吕秀莲之间 还顶多相敬如兵 但没有像赖清德跟这个蔡英文两个人 曾经竞争到如此激烈过 所以双方的状况在四年前是撕破脸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青的调调 顶多你只能说他捕捉到了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 全世界的奇迹就是说 明明选举选的非常的恶劣 非常的非常的厮杀 非常的没有主轴 然后非常的我觉得有点low 但是事实上拍出来一副好像呢 不食言间烟魂一样 而且到底是不是这在选举 是这场选举的竞选campaign吗 我觉得好像不太像 所以我觉得要讲几点 就第一个 如果他知道在路上 我昨天也在另外一个节目讲过 就是如果你知道在路上这个的背景 因为蔡英文很文青嘛 那他那个导演也很文青嘛 那我说在路上on the road这个东西 事实上在1960年代 那个时候所谓的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世代 失落的世代 嬉皮世代 他们呢那本书 后来拍了电影 所以它是一个最经典的代表 里面描述的就是 在二战过后的冷战 越战寒战不断的爆发的时候 年轻人已经不晓得大人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任凭战争不断的发生 然后让他们的前途茫茫没有未来 因此他们只好呢 上路什么公路电影 就是开始自我放逐 然后的话呢就贪恋于当下 然后呢不管是毒品啊 不管是性爱等等等 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一个 年轻人写照 那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世界 也开始出现那么多的战争 更何况中间一个战争 最可能爆发的地点就在台海 所以我实在不晓得 蔡英文他们拍这个影片 然后叫做on the road 你是要去影射在那个时间点 跟现在相互呼应吗 因为选了你蔡英文 因为呢继续交办给赖琴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会出现迷惘 而且我们会出现战争吗 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觉得有点讽刺 可能我在想 那位罗岛应该不知道 这件这个背后的文化的背景 但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拍那么一个文青式的 刻意引用的是on the road 太浅了 我真讲太浅了 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喜欢讲说 他们有点像垮掉的时代 为什么 为什么要躺平 为什么要内卷 我觉得就是他们不知道 未来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经过了八年 一样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我请问你 你参编凭什么时候 你就要帮给赖琴的文会相信 所以是第一个 他的背景是很讽刺 他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知道这个故事背景的人 做到on the road的精神的话 你会很唏嘘 就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会去呼应半个世纪前 那么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垮掉 虚无 然后颓废 然后只能反抗 就是反抗文化 那所以如果说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要反抗 请你去反抗现在的威权 现在谁是威权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明明两个人不是那么的好 你一直要演出那么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太矫情 坦白讲我觉得太矫情 就是说在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蔡英文 而且你们并没有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on the road 你在什么路上 你在什么路上 你在贪腐的路上吗 你真的是在民主的路上吗 他上面讲说在民主的路上 只有你开车 才在民主的路上 别人开车 就不在民主的路上吗 只有你开车 在反中的路上 别人开车 就不在反中的路上吗 就你凭什么去垄断 民主跟反中这个旗帜 而且坦白讲 你民主吗 大家回过来看看八年 所以民主进步到 他退步到什么程度 就他在民主的这部分 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 就像这个李秀仁曾经讲过的 我记得他讲什么 sham 对不对 sham on you 他这个非常 那时候他在讲什么事情 我忘了 但是他这个话 其实正好拿来反送给民进党 因为我认为 很多很多过去支持过 民进党的社运人士 一些支持分子 他们为什么现在 包括年轻人 为什么现在 以前的年轻人 现在回过头来 因为其实民进党迷失了 他失去他过处的初衷 你说 这个黑手 要退出校园 要退出媒体 你现在伸得多进去 你伸进了媒体 伸进了这个校园 而且的话 你现在那么多 像最近在讲到的一些 什么里长 什么退休的警察 然后连这个旅行社 因为把他们办这些 去大陆旅游观光 都要被调查 对 请问你你到底调查 你有什么证据 今天如果说中共戒选 或者说呢今天这些人 去大陆旅游了 因为用低价的方式去旅游了 回来之后 就开始哇 这个星向对岸 然后的话呢 就决定要来渗透台湾 你有证据你就拿出来 你没有证据 这样随便引射 你自己的同胞 我真的觉得 对民进党来说 在选举的时候 就是只有支持你的人 才不是你的敌人 否则所有的人 都是你的敌人 是这个意思吗 他是你的国民 他是你在主政底下 过去八年来 照理来说你应该去照顾的人 那反过来说 现在听起来就是 这样子寒蝉效应 然后风声鹤唳 民主还在吗 所以我觉得对于 这个这次骗子本身来说 不管从他的背景来说也好 不管从奈清德跟蔡英文 两个人真的很虚角的互动 好像突然间要粉饰太平 两个人好像 马起得不得了 事实上真的不是嘛 我觉得这部分 是大家看起来 感受最直接的 最后就是说 到底你在什么路上 我觉得这件事情 民进党他不能够说 不给任何的一个政绩 不回应任何的质疑 然后就用一个很文青的 很浪漫的 对 那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OK 两个人上路一起OK 但这样的是要干嘛 要投给三号吗 好 讲完了 反正就很 我觉得这个影片本身 当然很具有话题性 很吸睛 引起了那么多的讨论 但是呢 会被大家这样哭手 我真的觉得回过头去看 不只是导演的问题 重点是他们都觉得 这一支影片很好 所以才这样释出 到处上 我看最近这几天 破天干净上 如果民进党觉得这支影片好 我就代表他们没有任何 任何反省的能力 真的 在路上把台湾带往哪一条路上 那台湾未来何去何从 这也就是因为昨天这个旅副总统 他一直不买单 他很有意见 对这支影片的原因 他特别提到的就是 国际局势的部分 那对台湾来讲 现在是非常严峻的 但似乎都看不到 那我也要呼应一下 就是包括也有美国的学者 他这番论述 也是呼应了李秀莲副总统 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 他说 关注的是台湾新总统执政初期 应该要提高警戒 他特别提到了就是 这个是哪一位呢 是美国有电视网新任的 CNN的分析师 中国大陆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 之所以出现 这位学者说 也是反映出中国大陆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 视台湾议题为重中之重 所以他也特别点出来 可是在今天也有媒体记者 问到赖清德这个问题 因为有中国网友 看完了这支影片 他说我是中国的网友 一直很关注台湾的政治生活 我很喜欢小英总统 也很喜欢赖清德 看到这部影片 眼泪是止不住的流下来 记者就问了赖清德 赖清德就说 对因为民主价值 所以中国的网友 因此感动而流泪 民主的路上 对啊 我是觉得 刚刚两位 没有把整部片 真正去仔细设计 人家已经告诉你 在什么路上 都已经跟你讲 你们没有仔细看 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到海边啊 到海边然后 蔡英文不是被丢包了吗 对啊 所以是在丢包的路上啊 怀疑喔 就是这个意思啊 真的 钱不搭村 后不找店的地方 他的意思就是在告诉你 跟着民进党走 你就会被丢包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就是因为还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啊 所以叫你去投三号啊 这个导演是个卧底是不是啊 觉得这么简单的意思 我老实讲 我昨天听那个导演 因为有人说这个影片抄袭 对啦 然后结果那个导演 还在辩解 说我们这是公路电影啊 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他还说这个 我们这个景是最先进的LED棚啊 所以在台湾这么先进民主的国家 才能拍出这种电影 你见鬼啦 LED棚是最便宜的东西好不好 你真的 那如果你这种东西叫最先进 那好莱坞那个什么外星科技啊 所以你到底在胡扯什么东西 拜托这位导演先生 你应该要去解释的 你有没有抄袭的问题 而不是去在那边鬼扯一大堆东西 然后公路电影 也不是你们讲的这样子 公路电影 刚蓝轩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啊 然后讲公路电影 Easy Rider有没有看过 内部我一直觉得很棒的电影 然后Bonnie Klein 我俩没有明天 那个才叫公路电影好吗 那就是公路电影 对 你连公路电影背后的精神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如果说赖金德跟蔡英文两个 想要表现的是公路电影的精神的话 那完蛋 对 那表示他们对自己的执政 都超级不满意 觉得应该大家把它丢掉 你这样讲 你觉得他们比较像末路狂欢 是啊 没有通向那个断爱 很多人就是这样去哭手拉 不要再讲这些电影明生了 再讲这些电影明生都透露年纪了 没关系 我刚刚都影响更老的电影 对对对 比我老 所以我比如说 这个导演可能因为年轻 他根本不知道公路电影的背景 那问题是 他里头显示了很多异象 还有他们之间的互动 也非常的无厘头 你想想看 他一开始上次讲 你没有坐过我的车 其实这句话在暗示什么 在暗示我们两个其实非常不好 不同路 其实不就这个意思吗 他在告诉电影是有语言的 电影头的对白是有它的意义 不是两个随便讲几句话就算 然后中间他们买一个很奇怪的梗 就是一个耳朵掉了会怎么样 两个耳朵不见会怎么样 然后也不能戴眼镜 眼镜又戴不上去了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一个老的网路笑话 请问一下你讲这个梗干什么 什么意思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含义太深了 我真的不了解 这到底在干嘛 然后你们明明其实本来可以很简单的 你旁边的井 我讲实在话 应该是比如说 假设你真的是要从旁边过的井 去展现一些意象的话 比如说台湾在蔡英文执政这8年 你经过哪一些改变 比如说高雄有的轻轨啊 或是什么你建了哪一些建设啊 那还是说都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列出来 你至少好歹 你可以弄一些台南的光电田啊 或是风车 设宅啊 对啊设宅啊 你可以弄出来啊 为什么都没有 设宅弄不出来 你不要为难人家 设宅都在规划中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A4子 在旁边窗户这样闪过去啊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 那位大陆网友的点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不晓得 我看了只觉得鸡皮疙瘩掉一地 而且两个人眼镜真的超级烂 这两个人讲 对白生硬到一个不行 然后彼此就 你看了就在旁边会产生尴尬癌 你就觉得这两个好尴尬 那个导演 导演除了去导戏之外 你还要教戏啊 你基本上他们的表情 或是反应不对 你要去告诉他们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反应表情 不然导演这么好当 你以为导演负责收钱而已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真的比较那个一点 我真的完全没有被触到任何感动 我看完这部片 我完全理解 为什么这部片 现在导战超过20万 真的啊 对啊 他现在是发烧榜上导战最多的影片 然后 一大堆他也是被苦手最多的影片 对他苦手好多 现在最起码几百支 对对对 所以呢 对保护他 对巩固他的同温层 确实有用 但是我认为 他拍这部片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 第一个杨敏讲的 就是希望英粉能够传承过来 让英粉能够去投他的票 另外一个就是 他已经不要其他的票了 对我真的要问你 因为他不要你的票是肯定的嘛 他抓不到你的票没关系 但是中间票他也不要 他不要了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只要四成就会赢了 他只希望蓝白能够分裂就好了 分的够彻底 对他来讲最好 对他来讲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 赖清德抓不到中间 也抓不到年轻人 那我就回私 顾守我自己的基本盘就够了 对没错 就这部影片代表就这个意思 中共戒选的东西 现在半半半半很凶喔 直接先跳题好不好 这位导播直接给我下一张 因为这个题目太可恶了 真的今年办的太凶了 我跟你讲啊 以这个反渗透法侦办的案件 我们昨天有讲过嘛 四年前是零件嘛 那现在是不知道 增加到85件嘛 所以就是一直办 一直办 然后到处抓人 然后已经有点到一个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因为今年可能抗中保台很难打 所以就是中共戒选就拼命打 好来看到 刚刚凤馨姐讲到的这个 退休的警察刘嘉生 好他是因为 有警官太棒了 对因为他们是苗栗这个团 然后好像是回乡去 就是返乡去 他们去梅县 他们去广东梅县 因为苗栗有非常多的客家人 对 那客家人很多他们原始来的地方 其实是广东梅县 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张权 对 所以他们是去回广东梅县 对 然后去 那你说你说这个这个看主促 那一定都是七代八代以前的 是 因为通常苗栗客家来台湾 我去碰到一些朋友 他们有的说是第九代啊 然后第十代啊 那但是 所以原则上应该都是八九代以前的 所以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交流啊 OK 补充完毕 对就是寻根之旅 结果被搞到好像是叛国贼 真的办到这种啊 以違反反渗透法等罪嫌 将这个退休警察刘嘉生等人 那承办检察官就询问 他为什么要在群组传两岸要和平的讯息 引发了侵犯言论自由的争议 那刘嘉生就说呢 那难道两岸不要和平吗 他说这件事情让他认为 台湾的法治是执政者说了算 根本没有言论行动以及迁徙的自由 赵康也立刻批评了 他说民运党常常说希望和平 但当别人要和平却说是统战 戒选这实在互相矛盾 那包括其实从北到南 就是一堆的里长也都被约谈 还有包括了这个会选的部分 因为像是买票会选案在南投也是 在南投是国民党的油耗 和民党的蔡培会 在证件发表会上呢 离不开会选 油耗痛批绿营双标又操弄孔中情绪 为了遭减调以违反反渗透法 查办的基层名带村长报区 蔡培会反击说被查办的这些人 都是油团队的成员 而且都已经列被告交保 甚至讽刺他是触统深蓝代表人物 洪秀柱的小跟班 再度质疑这个竞选资金的相关来源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你知道查办到中国大陆旅游也好 或者是探亲的这些里长们 民进党呢打的就是中国借选牌 那旅行社呢也很倒霉也遭殃 不具名的旅行业者抱怨 客人来买机票办签证 业者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啊 目前全台有大约50家的业者呢 都被要求要配合调查十分的困扰 台中禁检署表示检察官执行案件 并非针对里长等特定人士 如果单纯受邀招待和选举无关 而为无违法的疑虑 不在追诉范围之内 检方迅速侦办这一类的案件 并没有政治党派的考量 没有啊 你就是寒蝉效应已经出来了 林轩 对啊 我觉得 刚才不是有讲到说 那个检察官问 问那些 不管是苗栗的 还是其他的里长说 你不会觉得这个时间点 去大陆旅游 时间很敏感吗 我觉得应该要反问 检掉这个时候才动作 你不觉得时机很敏感吗 真的啊 他们是今天才去旅游吗 对 不是啊 本来就在旅游啊 一直都在旅游啊 如果说你真的说 对岸对台湾有一些统战 他去用一些比较低价的方式 招待台湾的这一些 也没有说招待 就是低价一点点的状况 然后可能落地招待 那事实上是行之有年的嘛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统战 已经触犯了反渗透法 那早就该办了嘛 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 可能都该办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你不觉得敏感呢 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来办呢 所以我觉得说时间敏感 才是真正剪掉这个时候大动作 这十点才敏感 你早不办晚不办 偏偏拿这个时候来办 而且拿着鸡毛当令件 把小事放大来办 所以我觉得之前事情 其实摆明了 就我们刚刚在讲到说 所谓的民主是什么 民主基本上有两条腿 他除了这个选举民主之外 另外就是法治 我觉得民主党事法置于无误 而且你更不用讲说这个蔡英文 蔡英文还说他要进行司法改革 改革到现在所有的司法 几乎为你执政党所用 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实上是 太过赤裸裸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 刚才奉进举了很多例子了 刚才千惠也说了 你看最近管中敏 管中敏其实 他自从说他不再去竞选台大校长之后 他基本上有点淡出政治了 他不太去谈这个事情 最近为什么他又开始出来讲一两句话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在这个辩论的场合当中 当大家讲到说 民主党把手伸进了校园卡管案 光光是一个校长可以让他 这个两年没有校长 换掉三个教育部长 结果赖清德说 这个后来是在我的任内 才让这个管中敏上任的 管中敏就气到了 为什么气到了 就是你是把我拔掉的那个人 你是卡我的那个人 你不去讲前面讲后面 后面是逼不得已 叶俊荣用一个辞职的方式来换取 整个事情能够去解套 管中敏到昨天还在讲一件事情 他讲一件法治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教育部 有没有权利去让一个校长可以上任 或者不能上任 答案是没有 本来就没有 所以当初怎么管中敏这个事情 会让大家举国沸腾 觉得你太夸张了 就是说你的 我们去翻所有的什么大学法 什么法律 我们的中央部会教育部 对于台大所谓的校园自治 他对于这个选出来的校长 你只有聘任 聘任 我发聘书给你聘任你 因为他们自己选出来了 我只能聘任你 没有说我可以说 你选出来这个校长 好喔 不好喔 什么时候上任 什么时候不要上任 没有任何这样的权利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如果说有法治 请你告诉我 卡管人到处你用哪一条法律 来卡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荒谬到 他就注定了 在那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对于所谓的台大 台湾最高学府这件事情 都可以完完全的 没有法治的基础 就这样子做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你真的觉得 就是对他来讲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新闻 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 现在只要碰到对岸 什么事情都这样子 风吹槽动 像是这个惊弓之鸟 或者是说这种 太太可怕 就是蝶影床床 说呢 是什么 南华早报的记者 这个我觉得很扯 你们有看到那个 太方向了 因为我们都是记者出席 南华早报的记者 要来台湾 进行总统大选的访问 你看我们也有希望 比方说任何国家 如果大选很重要 我们都会派人家去访问 他们要来这边访问 我们呢 出了一纸公文 公文说呢 你只会来观察 不能够来报导 我请问你 记者只观察不报导 什么叫记者啊 我记得去采访 然后我不能够报导 这才叫做前置言论自由 这到底是 我这家脑袋有动 而且这话说得出口 然后后来呢 后来那个 我们的陆委会就出来解释说 这不是陆委会的规定 是移民署的规定 移民署 你移民署管道人家的记者来这边 只能够观察不能够报导 只能够吃饭不能够喝汤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前所未见 那记者什么叫记者 就是说 他说你要符合你的目的 那他目的就是来采访啊 那请问你 你会把一个记者的工作 切分成说来采访 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用嘴巴说 然后用笔血 然后呢用这个摄影拍 记者就是看了以后 采访采访后就报导嘛 报导是你整个工作 目的当中的重要的环节 否则我采访了 我看到了 我所谓的传递真相 我传递什么真相 我怎么传递啊 所以你没有任何 记者说我只能观察 然后我不能够报导 又不是官选团 又是说是学者 现在其实有很多学者 以前都喜欢来看台湾 因为台湾叫做所谓 第三波民主过程当中 很具有典范性的嘛 所以我们是一个 年近革命等等等等 所以各个国家 会来台湾看 叫官选团 是学者 那学者可能是回去才写报告 记者就是来采访 写报导 这个叫记者 我们的移民署凭什么 去规定人家说 你来这边只能够观察 不能够写报导 然后呢 那个南华早报的就抗议了 那所以呢 就跟陆委会抗议 陆委会说这样子 南华早报又不是只有一个记者 你派别的记者来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什么逻辑啊 就是他就说 他还那个 江智宏 他还那个 非常搭拉说 南华早报难道只有一个记者吗 你非要派这个记者来吗 不是 问题是 你可以自己记者吗 你为什么可以 不要这个记者来呢 你凭什么 对啊 他就这样讲 所以凤云霞还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 因为太荒谬了 所以我就觉得 太夸张 太匪夷所赐 就是说我们的移民署 我们的陆委会 到底以为他们自己是谁 你凭什么 凭空的生出一个法律 或是一个行政命令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规定人家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那个 南华早报记者之后 摸摸鼻子就回去了 然后只是他觉得抗议 就要问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陆委会 就给了这个说明 说是这个移民署的规定 而且说 你干嘛一定要派这个人来 不能派别人来吗 我真的觉得 如果说我们今天记者 我们要去采访 比如美国总统大选 南韩四月份的选举 你说我们去了 我们被 我们被报社或订阅 或者我们的网路媒体 派去了 你说我界面只能看 不能报道 我到底是干嘛去 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 基本上面 对于媒体认识的ABC 或者他真的就是完完全全 媒体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工具 而且工具还好听 就是你的传声筒 你已经习惯 玩台湾的媒体 玩成这个样子了吗 所以你觉得其他国家的媒体 来这边也是这样子 随便你玩吗 太夸张了 所以你就说到底法治是什么 我们对于法治这段时间 那么多的一些 什么中共界选 用这个司法 用这个检调 去让大家晋升 是谁 是谁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 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 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是民进党好不好 因为我想说 父亲姐 不吐不快 对 我刚刚一直想要讲 你刚刚讲说 他只有针对南华早报的 这位记者是如此 那你说没有国外的记者 来台湾吗 很多啊 CN 对不对 路透社的记者 已经在这边多少年了 我讲路透社要勤进总统府 对啊 然后有国安的高层官 也跟他做提报 没错 都是用这样子高规格的 来对待 然后就协助民进党政府 去放假消息啊 你忘了之前路透社 报导的那个五月天的消息吗 所以他眼里里头 是有亲友善的 以及对我不友善的 那对我有善的呢 我就高规格的来对待他 同时释放假消息给他 到现在为止 路透社有针对这件事情 有道歉吗 他有去查证过吗 他被直接指责说是假消息 到今天为止 路透社有说一句话吗 百年的大通讯社 如此的被利用 可是另外一边觉得 对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友好 担心可能会有不好的 一个讯息的 就不准报导 这就是 我跟你讲 他现在在台湾的现状 你不要跟我在谈 什么民主自由 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 也没有言论自由 完整版的影片出来了 昨天晚上大家看到了 这个赵康上了贺龙夜夜秀 整个过程我其实看完了 其实觉得还蛮精彩的 也没有冷场 那两个人就是 你来我往过招互动 包括一来登台 赵康就直接叫贺龙伯恩 然后就在自嘲自己说 我最近口误 对 连这个还扯出拉扁中 就说脑筋转速太快了 有时候这个心口不一 那包括还有他说 侯友宜才是老大 称赞他是扫黑英雄 里面呢 当然这一段 其实之前的预告 大家应该也都有看到 他巧妙化解膝盖走路的这个窘境 那同时呢 他昨天还拿出了你知道 两色的红包带 回敬贺龙 他说这个是上面有龙嘛 是龙龙红包带 那这个梗其实就是之前 这个贺龙他前女友龙龙 他反正有些争议事件啦 他等于是在现场呢 将他一军栓他一下 好那 我先来看到这个 贺龙夜夜秀赵康上的这一集 反应如何好不好 观看次数目前跑到76万了 目前是发烧影片的第二名 昨天我一边看影片的同时 我一边刷留言狂刷 几乎 我几乎没有看到负贫 顶多不称赞赵康 称赞都是贺龙 但是称赞赵康 很多人就说 那你现在一看就知道 不是他的支持者啊 因为叫他子龙子龙 子龙真的让我改观 子龙很有料 加分不少 我过去从来不认识赵康 我不得不说今天这一集 让我觉得 比如说就真的觉得他很厉害 或者是 让我对他完全改观 有加分 包括这是 还有可能像是 我之前在滴卡上面也有看到 好这边就有留言嘛 我们揭露了一段 他说 直言不会 储便不惊的政见发表 让他佩服赵康 赫龙今天真的很有种 各种打到国民党的痛点上 而赵康接梗也很厉害 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都会干掉 说真的 老赵73岁了 73还有这个思维口才反应 真的是太让人敬佩了 不得不说赵康真的是 目前最有梗的候选人 活到73岁 还能够有热忱 跟愿意自我挑战 值得佩服 好那当然 我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的 包括第一康在这边 他说看完他觉得赵康挺幽默的 感觉之后可以主持夜夜秀 比当政治人物适合多了 最后因为赵康有吹口琴 口琴也吹得挺好的 口误的补打板 对他昨天有讲这一段 他说赵康说他回去就想说 他当时口误说票投民进党 他说他应该再补两个字 才怪 还有江启臣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他回去想在家的克星 所以这个网友说 不得不说这集好好笑 赵康真厉害 但昨天其实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到这个部分 那时候就有释出了片段 波基觉得国民党不应该开这个战场 因为这个节目完全对国民党就是不友善 波基有特别提醒了一点 他说因为年轻人不会因为你去夜夜秀 就对你有好感 连国民党的粉丝都说他在羞辱韩国瑜 现在见缝插针真的很多 选前十天去没有任何意义 对选民结构没有任何改变 这是波基的提醒 那昨天我也看到我们自己大曝光的这个 在聊天室里面的留言 也有网友说 他说对于波基的说法 他觉得不无道理 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说如果这个节目是好友谊 他就不建议他去上 但是赵少康呢 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还蛮适合直球对决的 但我想要波基应该也看完了这整集 有不一样的想法或看法吗 或是要补充吗 建议赵大哥以后不要再模仿阿扁 我也觉得那一段真的是败逼 其他表现都很好 那一段有点尬 但他也许觉得他模仿的很像 可是赫荣直接就说 其实不太像 不ok 那当然现在他这个影片是到YT的这个发烧榜 已经跑到第二名了 那就是说很多人看没有错啦 就是说这个什么声量也好啦 或是说舆论的报道啦 你说网友的反应都很好 但你觉得票不会过来啦 重点是你也没有办法化为选票嘛 然后呢 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你看哦赵少康他还是去年才 前年才回到国民党 对不对 就是前两年才回来 他说他已经看到29年 对对他前两年才回到国民党的嘛 那比如说我除了许晓星 除了赵少康 有没有其他人能够长期 支持这种所谓的脱口秀的活动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脱口秀就是幽默 就是搞笑 那他本来就没有需要 话太多的 就是说这种政治梗 是只有在选举年的时候 他们才会这样玩 甚至比如说 也许他们明年又要办什么 延上2.0 也许侯友宜就被邀请 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下延上 因为这个不知道他选候 如果他选上总统 也可以也可以参加 可是国民党常会想很多 这个会不会扣分 这个会不会怎么样 赵大哥是示范了一个叫做直球对决的气魄 而且他表现 我必须讲 赵大哥他的表现不差 真的是不差 可是 那跟选票没有关联 不要以为去 你看年轻人反应很好 当年韩国瑜膝盖跪着走路的时候 反应超级好 那时候都是发烧第一名 最后输 将近300万票 年轻人有把 因此把票投给韩国瑜吗 关键是这个政党跟年轻人的长期互动 我一直想到不是我去否定 赫龙夜夜秀这个节目怎么样 而是这个节目 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没户 更何况 其实老师我那时候最 我觉得我对这个节目最 最有意见的是什么 当初你韩国瑜去上 还花了两倍 比蔡英文多了两倍 应该说多了一倍的经费 蔡英文去上不用二十万 你韩国瑜去上要三十几万 要付钱啊 四年前是要付钱的 四年前 这一次说没有 这次他们都说没有 我们等着看 因为同一时间 那是博恩嘛 之前叫博恩夜夜秀 同一个公司做的嘛 所以我只是针对这个部分 那当然赵大哥有他的魅力啊 从他参选 我觉得昨天比这个更好看的是 昨天赵大哥跟曹星成 直接直球对决 那个更好看 我我我必须讲 我就是说像他 躺淡当的就是 我就是跟你直球对决 这个风格 确实本来就是国民党 最近这几年很欠缺的啊 可是他不是总统候选人啊 就再怎么样 他不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你说赵大哥表现好 一百分一百分 因此侯友宜侯康佩 就选票就会 就会报表 这个我倒是打个问号啦 所以我只是说 类似这样的活动 不要给对手 在选举最后阶段 不要有被对手 见缝插针的机会 而贺隆昨天 其实埋了很多很多的梗 都是要挖洞 给赵大哥跳 有些他守住了 有一些他没有守住 我必须讲有一些 他真的是很容易 如果把那个短片拿出来 然后去做操作的话 真的有可能反而对选群 不见得有利 我只是提醒 就是这样 那兵哥怎么看呢 因为也有人说 赵少康他最起码呢 勇于突破同温层 那确实呢 可能也赢得年轻人 对他有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波及也是好意提醒 他说因为已经是 选举前的最后关头 这个时候再做一来来不及了 二来就是年轻人呢 对你的叫好 未必可以直接化成选票 其实基本上来说 赵好康去之前应该就很清楚 这个节目可能清绿 可能清白 绝对不会清蓝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的观众受众 就是那些人 所以他本来就不会做蓝的 喜欢看的节目 然后当然你来 我就想尽办法调侃你 想尽办法挖洞给你跳 实际上 赵大哥昨天就说了一句 不是很该讲的话 就是他问他 那个割警的案的时候 他讲那个 其实我觉得有点失业 我讲实在话 那讲了就讲了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讲了 那也不会因为这样 就让年轻人对 国民党印象更糟也不会 只是说你要在这个节目 你要加分到 让年轻人对你改观 基本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当然 你说会不会让一些 年轻人说 国民党原来也有 就是可以聆听年轻人话的人 能够跟年轻人打成一片的人 对也许会造成这样的感觉 可是你说要 大到可以影响整个选情 说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 刚波切讲了 韩国瑜四年前也有去啊 有去的结果 是什么 我觉得他那时候 他上 那时候上博恩夜夜秀的时候 不是第二名 而是第一名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在中天还比过就是 蔡英文去跟他去 蔡英文累积了 不知道几个月 还没有韩国瑜三天多 那又怎样 选票最后并没有反映出来 所以我必须说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他为什么喜欢看这个节目 他并不是要去看 意识形态的东西 也不是要去看 他喜欢谁或讨厌谁 他们去的就是 你要知道这个节目是以什么 岩上啊那种 就是互相批评 然后就做这些 戏剧性动作出名 所以他们目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希望看到一些 很刺激的画面 看到你们互相 爽度 对就是爽度而已 他并不期望从这边 去真正了解一个人 或是 或是能够得到一个 政治方面 其实他们不会 有这种想法 甚至我比如说 他恐怕很大一群 看他的受众 是根本没有投票权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期望在这里能够获得 在选情上面的一些扭转 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昨天他跟 曹新城那个攻防 其实是还不错 也蛮精彩的 他也有上罚首榜 只是没有像这个这么高 那我觉得那边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蓝绿之间本质的差异 在什么地方 那我觉得 如果有细心去看的年轻人 大概会比较理解 就是到底选择哪一方式 比较符合他自己想法 所以我觉得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去也就去也 也不用再去检讨什么东西 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因为现在检讨 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那实际上我也觉得 他表现不算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是应该剩下这九天的时间 你要好好思考 怎么样能够让 赵少康的能量 跟何谓的能量 还有整个国民党的能量 极大化 我觉得这才是要去想的东西 过去的事情已经不用再去想 那委员呢 委员主任怎么看 不过我是觉得 有去表现好 总是好 对 因为现在选举也是一样 大部分都固定 所以比如说你跑到一个庙 你也不一定会有很多票 可是你去一下 多多少少争取一点 那你在场的年轻人那么多 本来如果是要投给别人 回来100票也是不无小谱吧 何况这个他们会去聊 候选人最怕没有人理他 你要知道吗 这个没有人理的候选人 就是保证选不上 这是个麻烦的事情 所以至少 在这个比较沉闷的选举 我真的不想他们两个感觉 我觉得这次选举什么 最近几年来最沉闷的 最沉闷的选举 好像大家都懒得提懒得讲 对不对 又冷 对啊所以天气当然也不好 我不说天气 选情很不好 天气也不好 选情也不好 都很冷啊 对啊 大家都提不起劲 赵烧康能够上发烧榜 因为毕竟选票上有他的照片 对啦 选票上有他的照片 所以爱无其无嘛 当然这个侯友余 因为天生的个性比较拘谨 没有赵烧康那么活泼 那么幽默 不过我是觉得 我同意啦 这个那个伯基兄讲的 他学阿扁 可能要多练习几次 那整体来讲已经非常好了 我是觉得真的非常好 不过我不忏诚这个刘委员是谁 什么73岁老人就不能口才反应啊 这个抗议抗议抗议 我代表赵少康表达严正的抗议 这个年龄歧视好不好 你知道吗 那个以前啊 美国有一个谐星 好极幽默 八百五十岁 八十岁 他举手头子讲话 把他笑翻了 而且还跑到越南去绕军 就是有些人的幽默感 就是天生的 就雷根一样啊 雷根幽默感真的天生啊 他的幕僚有一次 在回忆录上面写到 他说我们把他写的很多好笑的梗 没想到他自己临场编出来 比他们写的梗还要好笑 那政治人物有时候就是 不要太严肃 动不动就是 生命主义统一中国 然后中华民国是一个灾难 对不对 不能老是这么僵硬 有时候你可不可以对很多事情的处理 稍微带点幽默感 比如说雷根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他的老婆在底下 打瞌睡还摔倒了 雷根没有很尴尬 他当时来讲说 蓝思义 我不是跟你讲吗 等到我讲话不精彩的时候 你才表演给大家看 都要哄堂大笑 尴尬都过去了 不是吧 所以我觉得赵商商 昨天很多接球接的很好 所以有人讲说 他是什么 在跟韩国瑜中间制造矛盾 哎呀没那么严重 韩国瑜膝盖走路 他调侃他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党内互相调侃 也是一种培养幽默感 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然后他讲说 称侯友宜是我老大 这什么国民党是黑帮吗 如果要挑剔的话 国民党是黑帮 怎么要老大 不过大家讲习惯了 讲习惯了 就有颇具幽默感 赵少刚本来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而且 这种节目最重要就是要修理主事 对 要反击主事 所以他一上台不去故意喊他博恩 对啊故意把他喊错 他没有讲你是博恩的 博恩是你老大 还没有这样求 不过那个笼笼包袋真的是经典 他设计好的 很明显的 农年嘛 对不对 那笼笼就在调侃这个贺龙 我觉得很好 大理上真的已经非常好了 狭步野鱼 而且多接触我就好 我同意这个搏击甲 现在选战之前的效果当然比较不好 可是赵少康是被提名副总统也没多久 他总不能从去年开始说我要当副总统 所以我开始参加这个节目 也不对嘛 那候选人勇于参加这个节目接受挑战 而且没有被打败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很多候选人上去是不是会变体鳞伤的 欢迎觉得你这个那么僵硬 你这个那么无畏 对不对 那选票就会掉了 他不但没有掉选票 我认为会增加选票 当然增加选票的力量 不可能在这生下九天时间 产生结构性的改变 那也不太可能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2 4 5 5 5 7 5 7 10 11